师父说的那些佛教故事 《论义第一 加瞻炎尊者》 加瞻炎它是属于论义第一 称要摸合加瞻炎 加瞻炎它是佛陀时代 是印度阿盘提国人 它从小受到它旧父阿斯陀仙人的影响 它精通了废陀圣殿 在印度的废陀就是古老的一种赞美师 或者祈祷文 是印度人的世代相传的知识 包括赞兴术各种印度的部门 那么相传当时印度国内有一座古碑 上面的文字没有一个人认识 国王贴出榜文昭示全国 有能诗者 就是谁能认识这些字 予以重赏 这个时候加瞻炎他认识 他就过去把那个榜阿写下来 很轻易地译出了碑文 碑文译出来了 但是碑文的内容 里面什么意思 他不知道 所以他遵照旧父的指点 他就到竹林经社 请教佛陀 就详细地了解碑文的内容 原来这座碑讲的是断烦恼 正图体的道理 那么加瞻炎呢 就听了佛陀的讲解之后 对佛陀的学识和思想特别佩服 佛陀居然能够把一座古碑文都能够讲出来 他就觉得佛教有正理 所以这个加瞻炎呢 除了经经修道之外呢 他就屠生于弘扬佛法的事情 加瞻炎呢 他思想敏捷 辩才无碍 说理透彻 所以后来在所有的弟子当中 他就变成论义第一 其实这个议论就是辩论 就是讲得最好最清楚了 他擅长辩论 而且呢 很多外道就是另外的法门 用过去讲 其实外道并不是别人意思 过去呢 我们学佛法 那么其他的法门呢 比方说不是这个佛道里面呢 那么就叫人家外道 所以呢 当时呢 就是很多人来找他辩论 那不少人呢 在他的山墙开始下 布鲁佛道 当时呢 阿潘提过有一位贫苦无一的老妇女 家庭呢 非常的贫困 她走到河边 放生痛苦 欲寻短见 那么这个时候呢 没想到佳战炎呢 他健壮之后 劫于忙的上去啊 佳战炎得知那位妇女啊 因为是贫困所致 太穷了 便呢 善巧方便 叫他卖贫之法 把那个贫困卖掉 卖贫的方法 叫行布施 实际上行布施是什么呢 帮助别人啊 照顾别人啊 对人家好啊 那么没想到呢 这个老妇人啊 就是依此而行布施 最后呢 终于升到 涛利天空 其实你卖贫 你不停地在布施 你最后得到的是 境界和善德呀 这个故事叫 佳战炎叫老母卖贫 佳战炎的弘法的地方 多选在当时佛法 没有普及的西印度 所以它是佛法传播的 用现在话讲叫 开路先锋